比諾中英文幼稚園上水龍心路分校 因為經營和財政管理問題 被教育局撤銷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資格 據了解 幼稚園的負責人 亦因為偽造文件被捕 早上8時多 有家長送小朋友到幼稚園上學 教育局說 比諾中英文幼稚園 上月15日開始被撤銷金國學年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資格 但在有關日期之前 已經獲學校取錄或就讀的學生 仍然可以繼續獲得資助 當局已自函通知家長 警方說接獲舉報 一個幼稚園負責人 涉嫌曾經修改一封轉發給家長的攻函 意圖誤導家長 警方星期一 以涉嫌偽造文件 拉著一個66歲女人 據了解她是比諾中英文幼稚園的負責人 有家長說考慮是否轉校 就算是比諾中英文幼稚園的負責中英文幼稚園 這次是比諾中英文幼稚園的負責中英文幼稚園